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在我们谈论政题之前,与网友们聊一个闲话 因为最近有一些新关注这个频道的一些网友 他们中有些人就提意见,说能不能把谈论中国的问题放在前半段 或者甚至是只谈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关心美国,不关心世界 那么对于这种建议,之前也有网友提过 那么LT为什么一直没有采纳呢?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LT不是太赞成了 那些中国大陆的网友辛苦的翻墙,冒险的翻墙 翻墙以后就是要追逐一些比较劲爆的消息 或者是希望通过海外的这些自媒体的人 向你讲述中国究竟怎么糟糕 这个是很滑稽的,因为你本身是每天生活在中国 你看到的,听到的中国,那才是真实的中国 海外这些自媒体的,特别是一批知名的这些自媒体的创作者 大部分长期不生活在中国 而且海外自媒体这个圈非常小 就缺乏舆论的自我修正 你比如说中国即便是在言论管制的情况下 你很难说有一个人,你就通过说谎话造谣你能成为大V 无论是你是粉红的还是公知的 你完全靠说谎的,在中国,你很难,为什么太多聪明人呢 你一说谎就把你揭露,揭露你就没有你的说话机会了 但是海外这个自媒体这个圈呢,没有这个功能 就是你每天说谎都行,没有人来揭露你 甚至是呢,你可能还因此成为一种品牌,成为一种号召力 你是爆料大王 像类似于这种在中国的舆论场啊 尽管有中共的管制 但中国人他还是很聪明的 就是他中国有一个普遍的价值共识 就不相信说谎的人 你一旦说一次谎 那么人们就会大打折 不管你什么信仰,不管你什么政治立场 但是海外的这个舆论呢 就没有这样一个自我进化的能力 没有这样一个分辨能力 所以说,而且呢,海外那些自媒体 编造的一些劲爆的新闻呢 中共他也不敢来辟谣 或者他也不屑来辟谣 或者他也没有渠道来辟谣 所以呢,就形成了一股独特的舆论生态 那么这种舆论生态呢 对国内有一些精神焦虑的人呢 确实能起到麻醉的作用 但是LT呢,不太赞成这样一种啊 虚假的麻醉 也不太鼓励中国国内的网友翻墙以后啊 来吸这种鸦片 因为这种东西与反共确实无关 与传授知识也无关 但是呢,能够短暂的解除你的精神焦虑 也许有一点点帮助 但是LT呢,做不到这种事 你包括LT的言论 之前在中国微博 也是经过中国国内各方面经过竞争检验的 这种思维方式 判断问题的方式 是经得起推敲的 那么在海外这种自媒体圈里面呢 它就显得反而成为一种另类了 就是说你好好说话的人呢 你在海外自媒体啊 这个圈里面呢 你就显得比较另类了 但是呢,总是需要有些人来坚持 尽量的传递一些真实的信息 和正确的判断思维方式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观点呢 LT认为就是翻墙的网友也好 或者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也好 我们之所以相遇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 也就意味着我们相遇在这样一个 相对自由的社交平台上 那么这种自由的社交平台 应该与大家分享开放式的一些信息 而不应该成为一种啊 同温层或者是一种极端情绪的发泄地 那个有其他频道这样在做 你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LT都可以帮你们推荐一些 很多有人在做这种事 就专门心理疗伤 知道你焦虑 知道你想听什么 那么LT还是觉得通过这个频道 与网友们呢 分享一些有价值的重大的国际新闻和中国的热点新闻 同时呢 分享一些看待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一些观点 当然了 这个是一家之言 也不一定对 那么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第一条不能错过的重大新闻 是昨天在内华达州竞争的美国参议员的竞选 最终的机票结果公布了 那么民主党人马斯托 他赢得了连任 那么这就导致了美国民主党已经控制了参议院 或者说 即便是最后一位参议员的这个竞选结果还没有出来 要到12月6号进行第二轮选举 乔治亚州的 即便那个结果没有出来 那么到今天 美国民主党他获得的参议员的席位 与中期选举之前一样 那么从目前形势来判断 乔治亚州的那个参议员的这个竞选 最终民主党取胜的可能性 远远大过共和党取胜的可能性 当然那个参议员席位如果能够继续成为民主党的 那么民主党就做了加法了 那就比中期选举还要好了 那么这在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要与网友们分享的美国的政治常识 这个中期选举结果 对民主党来讲是一个重大胜利 它非常关键 民主党控制参议院之后 有两大支揭的好处 第一大支揭的好处呢是 未来两年拜登担任总统期间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如果有人退休 需要补缺的话 那么民主党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 去选择人 因为目前的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 保守派与自由派是6比3 那就是明显的是保守派控股 那么如果未来两年 有两名大法官退休的话 那么民主党他可以补充两名 共和党保守派就少两名 那这样自由派就控制了这个 或者成为最高法院的多数 所以这个对美国的政治生态 对这个法律环境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这是一个对民主党人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第二个好处 它在哪呢 是美国参议院的大部分的法律 或者绝大部分的法律 只需要简单的多数就能够通过 那么一旦民主党控制了这个参议院的话 那么参议院可以通过更多有利于民主党的法案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从技术上 他也增强了民主党对参议院的控制 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家都知道 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参议院的席位是1比1 但是加上美国副总统参议院的议长贺锦丽 那么在重大问题上投票呢 民主党呢 还是能够占多数 但是有一个让民主党很难堪的事 就民主党内呢 有两个叛将 一个是西弗吉利亚的著名的这个参议员曼清 一个是亚利桑那州的西内玛 就这两个人呢 他们看似民主党籍的这个参议员 但他们很多政治理念呢 他们更加倾向于共和党 所以在拜登的很大的 很多的一些重大议题上 就这两个人 他会站在共和党一边 所以说这一次呢 如果民主党再拿下 乔治亚的那样一个参议员的席位的话 那么就会大大削弱 这两名摇摆的参议员的价值 而且呢 这两名摇摆的参议员呢 多数问题上 他还是支持民主党的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就让我们展现出来一种 什么样的结果呢 中期选举之后 民主党对参议院的控制 远远强于中期选举之前 那么对于众议院的选举 情况呢 有一些变化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 即使是站在共和党的这个立场上 最保守或者最悲观的预测 那么共和党这一次啊 最终可能会取得 219个席位 因为你取得众议院的 多数席位的门槛 是218个席位 那么共和党这一次很可能 他最终可能会夺得 219个 也就是说 截止到目前来看 共和党仍然是有可能控制这个参议院的 而且的可能性比民主党大 那么中期选举之前 民主党控制了两院 中期选举之后 共和党夺回了对众议院的控制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讲 应该说共和党这一次中期选举 他应该是个赢家 无非是现在有一些舆论的讲 他没有赢的那么多 或者民主党在参议院竞选当中 比他们预想的成绩要好 但从结构性来讲 共和党他毕竟是 他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 那么这个对拜登来讲呢 会带来很多麻烦 一旦共和党控制众议院 会给拜登带来两大麻烦 第一大麻烦 是任何花钱有关的这种议案 预算 共和党都有一票否决权 因为如果众议院不同意 你任何这种支出的预案都通不过 这会给拜登带来很大麻烦 第二大麻烦 众议院可以提出弹劾案 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前 共和党人一再表示 一旦他们控制了众议院 就会对拜登发起弹劾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 但是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人 来看这种中期选举的结果 可能网友们从网络上 其他的一些信息 你也能够感知到 就整个美国社会 普遍还是欢迎这样一种 相对制衡的政治生态 美国人并不是希望一党独大 这个对民主社会来讲 它是一种健康的生态 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我们来分享一个书评 一本书的评论 是来自于经济学人的 它这个标题是 川普眼中的世界 那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呢 是因为大家谈论美国的政治 无法绕开川普 喜欢川普的人是特别喜欢 不喜欢川普的人呢 也特别不喜欢 这就是川普的一种人格魅力 那么川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怎么了解川普的 那么经济学人的这个书评 他介绍的是美国的著名记者 麦奇·哈伯曼 他最近写的一本书 也是刚刚出版的 书的名字叫 自信的人 很自信啊 那么这本书 为什么值得与网友们分享呢 因为这个哈伯曼 他对川普的研究 他对对川普的关注 一直近距离的跟踪采访川普 因为中国人谈论问题 都愿意首先谈立场 那么这个哈伯曼 他究竟是支持川普 还是反对川普 那么用哈伯曼 他自己的观点来讲 他不能讲什么支持与反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川普的观察者 他在过去几十年里边 有些事支持川普 有些事不赞成川普 他更多的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观察川普 那么这本书呢 也非常有意思 那么LT呢 通过这个书评呢 就摘录七个片段 向网友们介绍一下 你可能呢 能够从这七个片段呢 能够感知一下这本书 他所描写的川普 LT反复强调是这本书 他为我们描述的川普 那么真正川普是什么样呢 可能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永远会有不同的川普出现在公众场合 那么第一个片段 他这个书就讲川普 他这个自信的人呢 他讲的第一个片段的是 2016年德克萨斯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对一位同事解释 他为什么不支持川普 是说历史对拿着墨索里外套的人并不友好 就他讲这句话呢 就是他把川普比作墨索里 然而克鲁兹最终还是屈服了 尽管川普对他的妻子海地 进行了很残忍的攻击 这个就在2016年大选 共和党内竞争的时候 克鲁兹反对川普 那么川普在电视辩论当中 对克鲁兹的羞辱不说 还对他的妻子的相貌 进行了非常残忍的羞辱 你说这个对克鲁兹来讲 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但是最终克鲁兹 他还是回到了川普的怀抱 你看哈勃取这个例子 他就讲川普是 他认为川普是个自信的人 你就看这个事吧 他再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都是开篇举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前纽约市长 现在的川普的法律顾问 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也曾经在2016年 大选初期告诉别人说 公开讲不能支持川普 那么最后呢 在大选过程当中 特别大选的尾声 朱利安尼导向了支持川普 甚至是大选以后 朱利安尼继续为川普 服务 作为他的私人的律师 那么这个对于 在纽约的这个社会社交场所呢 朱利安尼呢 他的声誉就烧了个干净 因为他这么大的反差 让朱利安尼也是很丢面子 但是呢 他毕竟臣服了川普 向川普臣服 所以你看他一开篇 举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至今在美国来讲 都还是响当当的人 而且川普在公开场合 怎么调教他们 怎么把驯服 这两个桀骜不逊的人 你说川普是不是个自信的人呢 那么这篇文章第二个场景呢 就非常有意思 就瞧不起川普的人呢 往往会说这样一个问题 不光是在美国 在国外也是 在欧洲 很多人讲 讲一句什么话呢 就他们有一个问题不解 就谈论川普的时候 说一个如此公开说谎 表现却如此无能的人 为何他又如此成功呢 你看这个问题本身 他是一种自相矛盾的 他首先定性川普 是个公开说谎 又无能 但是呢 结论呢 或者疑问呢 又是他为什么又取得 如此成功呢 他如此什么成功呢 川普在房地产 那是公认的美国房地产大王 算不算成功呢 当然算 他后来转向娱乐业 他那个著名的 也被解雇了 他在娱乐业也风声水起 算不算成功呢 当然算成功 他然后又转战政界 那么多美国商人 想当总统 没当上 他当上了总统 尽管只当了一届 他算不算成功呢 当然算成功 那么一个人 同时在三个领域 都能够做成功 你能够说 他是靠说谎 他是因为无能 他成功的吗 所以说这个作者啊 他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就是人们呢 就是不喜欢川普的人 总在说这句话 他是怎么理解 人们的发问呢 作者你看他 看得非常透 他说答案 既说明了他们的问题 也说明了我们 所有人的问题 同时也说明了 他的问题 或者他指的是川普 同时也说明了 川普的问题 所以这是个 很智慧的观察 就是你怎么评价 那么多人在说 一个公开说谎 表现如此无能 却为何如此成功 实际上 他就指出来 你这个提问 本身是有问题 而且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在这个问题里面 因为他成功了 那么你这个问题本身 确实也反映了川普 他存在一些问题 不知道网友能不能听清楚 这段话什么意思 就怎么来理解 人们的这个疑问 那么哈勃曼呢 他认为 你提问的人本身 你自己再想一想 你可能就能找到这个答案 你答案就在这个问题 本身上面 那么第三个片段 很有意思 哈勃曼 他在书中写到 川普比批评 他的人认为的 要更精明 更聪明 他拥有美国政治史上 可能无异于伦比的 深层本能 因为我们在媒体上 接收到一些信息 对川普来讲 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比如说川普啊 他只有小学的 那个英文水平 他经常说的话 只有2000个单词 那么2000个单词 在中国来讲 可能是初中 二年级 三年级的那样的水平 你看就描写的 就是没有文化 初属 但是你看 他做的盖检定论的评价是 川普比批评 他的人认为的 要更加精明 聪明 他拥有美国政治史上 可能无于伦比的 生存本能 他描述 在20世纪 就上个世纪 70年代到80年代 纽约的政治与商业 如何相互作用 又是如何让川普 对人性 具备了低期望值 和愤世技术的信念 从而使他走到今天 种族政治 是部落之间的 零和游戏 盟友和敌人 都必须是被支配 生活中的一切 都可以被当做交易 迅速将一个谎言 或争议 与下一个谎言 或争议 相提并论 这样会使媒体 陷入困境 民气赋予权力 这是川普信仰的 不仅政治家 甚至检察官 都可以可诉 你看这个呢 就是川普 他怎么形成 今天这样的川普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 判断世界的思维方式 他追踪溯源 因为他长期观察 近距离观察川普 他说川普的这样一个 价值观的形成 是他在纽约 那样一个 70年代的 80年代 政治商业 非常混搓的 那样一个环境下 他对人们具备了 低期望值 和分数计时的信念 他不相信任何人 他认为盟友和敌人 都必须被支配 生活中的一切 都可以当做交易 当然他写了 著名的交易的艺术 然而 正是因为这种信念 也让他的总统任期 注定只有一届 哈伯曼在他的书中 他举了前FBI局长 科米的例子 他说川普 他讲了川普当选以后 他本来与科米 没有什么矛盾的 但是科米呢 突然有一天 告诉川普 说有一份 有关川普在俄罗斯 妥协的档案 正在流传 那么川普听到 这样一个报告之后呢 川普的第一反应 他是从他在纽约 那样一个非常复杂的 生存环境当中 他靠他的感觉判断 科米是在威胁他 那么川普就做出了 解雇科米的决定 但是这样一个决定呢 给川普带来了 很大的麻烦 就科米离开 联盟调查局之后 成为反川阵营里面的 一个极先锋 就川普 他还欺负羞辱 参议员和将军们 他告诉美国的军事领导人 你们是失败者 你们是婴儿 当时这些将军 把他带到五角大楼 试图说服他战后次序的价值 川普可以通过 把品牌巧克力 扔到他们身上 来奖励顺从的立法者 然后满意的看他们 争嫌恐后的抢夺 就川普他的出事的方式 用中国网友能够听得懂的 那样那种含义的话 他就像上海滩的 许文强那样的 他就是从那么走过来的 他也希望其他人呢 能够按照他希望的方式存在 那么第四个片段的 这篇评论里面 川普担任总统之后 他也发现 他有一些判断是错误的 比如他发现在外交事务 甚至国内的政治当中 都不能只通过双边交易 和战术上的随机应变来管理 而且他的钱也不能买到一切 对他刺激最大的是 他多年前捐助的 一位纽约民主党人 却支持对他的弹劾 川普当时感到非常惊讶 第五个片段是 因为哈伯曼看到了川普的全貌 他承认也有好的川普 他会反复问候一个生病的朋友 并且他身边有很有趣 很会讨好人 就川普他很有趣 他很会讨好人 也很投入 就一般不了解川普的人呢 就看到他在推特上 经常用大写的字母 和于媒体对骂 但是你如果在白宫见到他 你会感到惊讶的 他是非常平静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就川普 我们外界了解的那个川普 与真实的川普 有时候是不一样 也许是川普的多个面孔 他第六个场景 讲的很有意思 他这本书 他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川普 当然哈伯曼不一定是 最喜欢川普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最近距离观察 最长时间关注川普的人 他说在2020年的竞选中 在2020年竞选 他败给了拜登 那么当时的司法部长巴尔 恳请川普 用他过去的魅力 说服人们 你不是一个笨蛋 他认为川普 你有这个能力 你应该去说服别人 但是川普 以及他的核心的幕僚认为 他的核心选民 他的基本盘 是需要一个斗士 需要川普这样一种 解傲不逊的形象 所以他不能拿出他那种 就川普 你看他做电视节目也好 他做企业家也好 他的说服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作为竞选策略 川普选择了 他不需要去说服谁 他就是个斗士 而且他周围的人 都给他出这个主意 让他保持这种斗争的情绪 那么这个与川普的内心 是有差距的 至少在哈伯曼看来 那么川普怎么看 他的政治基本盘的 这种狂热的人群 川普也有他为难的时候 这本书里面举一个例子 在2018年 在一名19岁的男子 在佛罗里达州 一属高中 杀害了17人之后 就是这个帕克兰的 佛罗里达的 川普会见了学校的家长和学生 并承诺 对枪支 管制 采取措施 而且他说 我要把它完成 实际上川普的政治理念 它并不是一个经典的 共和党的理念 他在历史上 他个人历史上 相当长时期 他是支持民主党的 所以对控枪这个问题 川普他本身是有这个意愿的 但是他随后 在与步枪协会的人交谈之后 他又退缩了 哈布曼说 川普对自己的核心支持者 评价并不高 他会对自己的助手说 他们都他妈的疯了 但是作为来自一个皇后区的新秀 在纽约的日子里 已经说服了他 建制派永远不会接受他 所以他不会冒着 疏远基本派的风险 向政治中心转移 这个就是川普对他自己 以及他所处的环境 他有一个终极的判断 就是建制派不会接纳川普的 你怎么和蔼 你怎么去亲近他们 他们也不会接纳你的 所以他只能够依靠 他现在的这样一些基本派 所以这个呢 你看他也是非常有穿透力的 对川普的一种判断 第七个片段的他描写 不可避免的人 是自信的人 必须走一些已经走过的路 比如川普通过质疑奥巴马的出生 是否在美国扩大了自己的民生 当人们想起川普时代的所有丑闻时 心里会沉甸甸的 这只是人们怀疑 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震惊的能力 例如当一位总统候选人 拒绝公布纳税申报时 哈普曼在最后哀叹了川普的影响 他写道川普似乎正在开创一个政治家行为的新时代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预期的 他认为今后川普的模仿者一定会对川普的行为会感到震惊 那么通过这个书评 通过哈普曼对川普的一些描写 我们不能说哈普曼是最准确的描述了川普 或者解析了川普 但是至少哈普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川普的 这样一个视角 那么通过对哈普曼的自信的人这本书的这个了解 你会增加对川普的好感 或者会增加对川普的恶感 可能每个人感受会不一样 但是LT感觉哈普曼 他呈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 有血有肉 有来龙去脉的川普 是一个真实的川普 那么政治的好坏们 与价值观有关 与政治取向有关 那个呢 你站在不同地上永远有争论 但是哈普曼是第一次给我们展现出来了一个 有血有肉 活灵活现 比较真实的川普 当然了 这个与有一些川普的崇拜者 所希望的那样一种伟大光荣正确的川普形象 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呢 你坚听哲鸣 最后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中共啊 这一次啊 真的开始就试了 就防尸了 这一次啊 习近平真的开始发力了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下 来自中国的主流媒体的新闻 在11月12日晚 就昨天晚上 中国央行与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 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 它文号是 引发2022 254号 那么这个254号文件呢 迅速在中国舆论广泛流传 也就被称为16条 就旧式16条 那么这个旧式16条 是过去两年以来 中共官方出台的 最强有力的旧房地产的政策文件 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超过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对于普通的网民 有没有必要了解呢 或者我又不是个金融专家 我又不是一个什么要买房子 这个对每一个网友啊 你不管生活在中国与否 你只要关心中国的宏观经济 你都应该了解 这个16条怎么回事 这16条啊 它有七个方面的 很劲爆的内容 或者以前根本不可能出台的内容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第一条 这个是个软性的政策 第一条要求稳定房地产 开发贷款的投放 特别要求对国有民企 等各类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 因为在习近平打压房地产 三道红线之后呢 银行对房地产企业 政治上都很戒备 房地产企业的贷款 主要贷给国有企业 所以没有人敢去救这些民企业 那么这是两年以来 第一次说你们可以救民企了 因为原来不让碰民企 也是他们说的 所以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从监管部门角度 呼吁各银行 银宝监系统支持开发贷款 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 攒期调整还款安排 具体是从11月11日起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 可以允许超出原规定 多攒期一年 可不调整贷款分类 报送征信系统的贷款分类 与之保持一致 这个是放宽 第三 鼓励信托等资产资管产品 支持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 这个大家听出来 这个味道没有 在过去两年 打压房地产的时候 冻结信托支持房地产 因为信托 它所谓引致银行 它会放大金融风险 那么中共很忌讳这一点的 但这次要救房市 不管那么多了 信托也上 这个是过去两年 中共是把它冷藏 不能碰的 这个也放了 第四条 支持国开行 农发行等开发性政策银行 为房企提供保交楼专项借款 你看国家政策银行 也把他们往旧市的 这个火场上赶 让他们去救火 第五条 保交楼的配套资金的金融支持 针对获得前述专项借款 支持的项目 提供新配套融资 这不仅设计购房者 化解未交楼的 个人住房贷款风险 还设计支付抵债项目 如剩余 或者能覆盖专项借款 和新增配套融资 或能明确还款来源 鼓励金融机构 提供新增配套融资支持 支付抵债都可以贷款 你说这个还有什么界限呢 有点急了 这个第六个新的内容 两部委开出了免责条款 这个是王炸的 从11月1日起 半年内 银行向专项借款支持 项目发放的配套融资 在贷款期限内 不下调风险分类 债务新老化断后 承贷主体按合格借款 主体管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对于新发放的配套融资 形成不良的 相关机构和人员 以尽责的可与免责 这个很厉害了 因为这个中国对银行 他看的那是亲儿子 比房地产还要亲 为什么救房地产呢 他第一是为了救这个金融 房地产垮了 银行要跟着这个 出现债务危机 第二他要救地方政府 但是你看这一条 免责条款 就你由于在我的股东下 你去给他强力支持贷款 配套资金 那么即便是形成了不良资产 我也不追究你 那么这个发出一个什么信息呢 这就发出了 这些钱是免费的 银行当然停进去了 这些开发商也停进去了 那么这些银行跟开发商勾结起来 就可以送钱 这钱你收不回来 不用处罚的 这不知道是他们是 打了什么鸡血 能够写出这样的条款 第七 你看这就是习近平 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银行对两道红线松绑 延长政策过渡期 2020年12月31日 央行发布了 关于建立银行业 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给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 划出了两道红线 那么这个16条 254号文件提出 对于疫情等客观原因影响 不能够如期满足两道红线要求的 由央行和银保监会派出评估机构 合理延长起过渡期 两道红线也松绑了 就大家体会到昨天晚上他们急急忙忙发的这个就四十六条 你看有多么厉害 在过去两年是没有人敢碰的 因为习近平说了那个话 他画了线 谁敢挪啊 只有习近平自己挪 才有人来敢挪这个红线 在这个神奇的十六条出台之前的 11月8号 中共就已经发了一个银行救市的政策文件的 当时11月8号那个文件也是很厉害 就要求央行再贷款提供资金 定向发放2500亿贷款给民营的开发商 而且后续还能扩大 所以上周中国的一些地产龙头企业股票大涨 就是因为10月8号这个文 那么昨天晚上这个文件一出台 那又更不得了了 周一一开盘 房地产企业肯定又是涨 那么怎么来评价这个中共这个十六条 这个这么劲爆的这样一个刺激房地产 救房地产的这样一个政策 而你想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是中共在二十大之前 他也一直在救市 救房地产 那么他救市的重点呢 是放在需求端 就中共认为啊 中共的中国的房市不振 主要是这些刁民不买房 不积极买房 那么呢 中共发力了 就在吹逼买房 他吹逼买房很简单 第一是放松限购政策 除了一线城市 由于要控制人口 没有放松限购以外 其他城市的限购政策 基本上放松了 他第二个呢 要鼓励这些什么干部 党员带头买房 买了一套再买一套 那么第三嘛 他就做了一些贷款利率的下调 就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调 他也分了三次几压膏 他后来也出台了 你换房可以免交税 就你卖旧房买新房 那么这个所得税可以免交 等等一系列的政策 非常密集的出台政策 结果怎么样呢 中国的房市仍然在萎靡 仍然在下滑 那么经过二十大 可能习近平呢 睡了个好觉 他终于悟出一个道理 他发现呢 要旧房市啊 看来不能依靠这些刁民 刁民现在不听话 这些群众啊 不怎么听话了 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开发商 我旧开发商就能旧房市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 11月8号的那个2500亿 定项贷款 再加上昨天晚上 急忙出台的王炸式的 16条 连习近平亲自下令的红线 也可以推迟 也不管了 自己打脸也不怕了 我来救房呢 开发商 开发商积极性高了 房市就火爆了 这个是他这个16条出台的逻辑 就是他把中国房市不正的原因呢 原来是从怪罪这个销购房者 现在他发现症结在开发商 这是第一个评论 第二个评论 他怎么来救开发商呢 他这个16条里边呢 有三个很劲爆的内容 或者有三个来讲 严格意义上来讲 他都是违反了 中共自己的规定的三个内容 所以说他很劲爆 是王炸的措施 他中共呢 他此一时彼此 他为了应急 他才不管原来做了什么承诺 原来做了什么样的纪律要求 都可以推翻 那么最明显的是三个方面 第一 对习近平亲自下令的两道红线 延期 这个是对开发商松绑 第二 对这次响应救世运动 配套形成的贷款 发放的贷款 如果形成不良贷款 免责 这个对银行松绑 就这一点就是开仓放粮啊 所以说为什么 最近房地产股票上涨呢 就大家都不是傻瓜 你这明摆 这是贷款可以不还 因为为什么他不追责啊 不追责 当然这种贷款可以不还的 这等于说国家在送钱了 这个还不是救济的问题 所以说你用松绑 这个可能都不准确 这个有点太疯狂 这个第三呢 就是你专业性的网友 可能能够听懂 就这一次再贷款 就11月8号那个债贷款呢 他有一种央行勾底的政策 就央行这次 你商银行不愿意给那些 房地产企业贷款 我央行指令你贷 指令你贷呢 你从我央行买这种 指定性的债券呢 我还买一正一 你买一亿的这个债券 我还给你追加 同比例的央行的借款 那么就放大了商业银行 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投放能力 而且呢 也附带有免职的一些条款 所以这非常疯狂的 这个LT长期关注 这个中国的宏观经济 在以前很少有这么疯狂的政策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评论 就中共的这个16条 能不能解决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萎缩 或者威秘不正呢 LT认为是很难取得效果的 因为大家想一想 中国的房市为什么萎缩 是因为没有房子卖吗 不是的 各个地方都有积压 那怎么会跟房地产商 开发商有关系呢 那人们为什么不卖房呢 或者是你给再多钱 给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能怎么去忽悠老百姓买房呢 你党都没忽悠好 政府都没有把老百姓忽悠来买房 银行也没有忽悠来 开发商他怎么能忽悠来呢 开发商 你政府给了开发商钱 开发商就会降价吗 开发商只会拿政府给的钱 去拆东江补西江 去补他的窟窿 他怎么能够用这个贷款来 好心好意的来给降价呢 好即便是降价 老百姓买不买账呢 因为你什么样的房价 才是老百姓认为的合理的房价呢 所以说ROT对这个16条的 这样一种啊 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些措施呢 并不看好 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萎缩的 根本原因是 整个社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 缺乏信心 你不要说这种清零运动的管控 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 即便是没有这种防疫 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几年 一直是增幅在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经济增长的下降 经济前景的暗淡 人们怎么敢去用未来的收入 来购买这个住房呢 或者怎么敢去消费预期的收入 来支持房地产的市场呢 这个显然老百姓不是傻瓜 但是ROT就感到奇怪了 是谁给习近平出的这个主意 说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好 关键是开发商情绪不好 关键是开发商没积极性 中共这一轮把宝压在开发商的身上 至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是有点匪夷所思的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 其他中国特有的一些经济规律 或者经济内在的一些特点 没有被我们看到呢 希望网友们在评论当中 能够提供一些指教 就他为什么会 这一宝压在开发商身上 LOT确实没想透这个事 因为习近平手下 也有一些很聪明的人 就他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逻辑 要压保压在开发商 希望网友能够提供一些指教 提供一些信息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